很久没有跟大家做血糖实验了 因为我最近有个实验卡了半年多都做不出来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实验 大燕麦片配无糖豆浆 或者是大燕麦片配无糖高鲜豆浆 对血糖波动的影响 你可能会觉得阿卜就算碳水 算胰岛素剂量而已 应该很好做吧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它真的耗费了我半年多早餐的时间在做这个实验 晚点再跟大家说我的困难点在哪里 先跟大家分享我的实验动机 因为大燕麦片真的是随处可见 我想应该是很多人的早餐之一 而且我开始做这个实验之后 就会去全联加乐福买这个橘色的大燕麦片 发现它几乎全年都在特价耶 而且还会放在一些很咸饮的地方 跟你说买两罐比较划算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 因为我以前从来不吃麦片 因为我不喜欢吃麦片 尤其在我记得我刚发病的时候 应该是买到那种很便宜高 精致加工的肌肉麦片 血糖标的很高 我记得好像都300多 所以从此麦片就被我打入了冷宫 我发病的89年来 就再也没有吃过麦片了 但还是因为我个人的口味 本来就不喜欢吃麦片啦 基本上我不挑食但就是不会主动去买麦片这个东西就是了 直到去年我装了CGM 我想说再给它一次机会好了 来买一些大众比较常见的麦片试试看 所以就有了这次的实验 那麦片不可能单吃嘛 所以我就搭配了无糖豆浆以及高鲜豆浆 顺便来看看对血糖波动会不会有差异 那其实我最后还有做一个全子牛奶啦 没有做出很漂亮的实验结果 也会附在最后给大家参考看看 另外先提醒大家一件事 这个大燕麦片它标榜可以降胆固存 但是它没有说可以降血糖哦 不要自己把它画上等号 然后我这次的实验目的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就是要比较吃大燕麦片时 配无糖豆浆与无糖高鲜豆浆 对血糖波动的影响 但吃这两种餐时 我都还会再加一颗水煮蛋 而这个蛋呢 其实是一个实验的变异 因为我每次拿到的蛋呢 一定会不一样重 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个蛋大约都是60克左右 大家可能会好奇 那我干嘛自己制造一个实验的变异呢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单吃大燕麦片配豆浆的话 这样子蛋白质的摄取稍显不足 所以我必须再加一颗水煮蛋 而且我做实验的目的本来就是 应该要找一个我每天都可以吃的早餐去测 而且我希望这一餐是尽量营养均衡健康的 而不是为了测单一的东西 如果我测了某个单一的食物 但是我之后并不会单一的吃这一个食物 我就觉得这个测试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那个水煮蛋 我想就是正负5克左右之内的差异而已 而且各位每天就算去同一间早餐店买一样的早餐 每天老板娘给你的早餐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变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 而且今天各位我没有要发paper 要发paper的话我绝对会把那个蛋敲成60克 我只是想要观察自己的血糖 找到一个可以吃的早餐 找到它的剂量 方便我以后都可以这样子打胰岛素而已 所以这个实验我会模拟平常吃早餐前 先施打9单位的胰岛素 再来吃这份早餐 接着我们来看实验材料的部分 第一个是大燕麦片40克 配300cc的无糖豆浆 基本上要讲300ml是比较准确啊 但是我想大家对CC比较了解 所以我想我还是讲CC比较口语化好了 当然还有一颗约60克的水煮蛋 它沉下去了哦不好意思 而这样的组合它的总热量有337大卡 碳水化合物有32.4克 蛋白质23.2克 脂质13.7克 我觉得这样的营养组成成分是蛮OK的 换成右边是无糖高鲜豆浆的话 总热量是355大卡 碳水化合物有38.4克 蛋白质24.7克 脂肪14克 另外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大燕麦片它一份是37.5克 而我称40克大概是1.07份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啦 但是在质抗糖上面 它没有办法输入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我这边是选择输入了1.1份 接着我们来比较膳食纤维的组成 左边配无糖豆浆的话 40克的大燕麦片 大概含有4克的膳食纤维 而无糖豆奶因为它没有标示含有膳食纤维 我们只要把它当成0 所以左边的组合 总膳食纤维量大概是4克左右 而右边300cc的高鲜豆奶 大概含有7.8克的膳食纤维 再加上大燕麦片的4克 所以总膳食纤维量到达了11.8克 大家知道我们每日建议摄取的膳食纤维量是几克吗 是25到35克左右哦 所以11.8克还蛮多的耶 快要到达一天摄取量的一半了 接着来看我的实验流程 首先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先撕打9单位的塑效胰岛素在左边的手臂上 然后我会等待20分钟才开始吃这两种早餐 至于要不要等待 这必须看你自己胰岛素作用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跟医师跟营养师为教师讨论看看再做决定 而我20分钟之后开始吃早餐 并且会在10分钟内将早餐吃完 之后就观察血糖波动4个小时 所以我每次都会撕打一样剂量的胰岛素在一样的位置 并且使用同一只胰岛素或同一个批号的胰岛素针 但是CGM我没有办法保证是同一个批号的 接着我们来看实验的结果 首先上面是大燕麦片加无糖豆浆 下面是大燕麦片加高鲜无糖豆浆的结果 一样提醒大家血糖波动图的S轴 血糖刻度的最高点会根据我当天血糖值而有所变异 不是固定的 我也没有办法更改 大家要小心哦 我们先看到上面的实验结果 大燕麦片配无糖豆浆的部分 三次的实验结果 血糖分别上升了28、59以及37 而下面大燕麦片配无糖高鲜豆浆的结果 血糖分别上升了27、25以及15 大家稍微心算的话应该可以知道哪一边血糖波动稍微比较大一点吧 接着我们来细看大燕麦片配无糖豆浆的实验数据 这一次的实验数据我们全部以质抗糖的血糖数值为准 因为之前我偶尔会用亚培单点测量的结果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公正 毕竟单点测量可能误差会比较大 而质抗糖的数据大概是15分钟会传输一次 而这个数值也就是15分钟内左右的平均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公正一点 而且也比较好阅读 希望大家也比较好理解 毕竟我做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 所以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血糖的最高点 大多是发生在饭后1.5小时 然而实验的前两次在饭后4个小时 血糖稍微是没有办法回到饭前的血糖 尤其第一次最为明显 饭后4小时血糖是146 明显高于饭前血糖138 而大家最关心的血糖上升幅度 我们将三次上升的结果 28加59加37除以3 平均的血糖波动大概是41.3 Microgram per deciliter 而且4个小时之内血糖呈现缓慢的下降 也不会低血糖 接着我们来看大燕麦片配无糖高鲜豆浆的结果 有表格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血糖的最高点 大约也是发生在饭后1.5小时 而我们将三次血糖上升的数值分别是27、25以及15 加起来除以3的话 平均的血糖是上升22.3 基本上在3.5小时之内都是呈现血糖缓慢下降的趋势 但是在饭后3.5小时之后 我慢慢的有时候会觉得血糖开始上升 而且有图中你也看到 确实后面尾巴开始翘起来的感觉 一样我们看到前两次的数值 我们可以发现在饭后4个小时 血糖是没有办法回复到饭前的血糖的 最后会血糖上升 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化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讨论这个原因 我个人的实验结果 当我吃大燕麦片配无糖豆浆的时候 平均血糖是上升41.3 当我吃大燕麦片配无糖高鲜豆浆的时候 血糖是上升22.3 其实有实验数据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如果我喝无糖高鲜豆浆配大燕麦片 确实可以减少血糖的上升哦 接着我们来带大家看自由自主这本书里面提到膳食纤维的部分 这本书超厚的耶 我想如果有事实跟这本书符合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了解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是2021版的244页 在膳食纤维的部分他提到膳食纤维分两种 分别为水溶性和不溶性 但是只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影响血糖 而蔬菜以及燕麦就是属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高水溶性纤维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所以那个大燕麦片才一直标榜 他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而食物中加一点纤维的话 可以增加食物的粘稠度 让食物在胃里的排空速度比较慢 这是因为这些纤维呢 会在小肠的壁上形成一层薄膜 减缓葡萄糖被吸收到血液里面的速度 而下面他指出一些研究 虽然无法确切地证明 增加膳食纤维能够改善糖化血色素 但是也有发现一些研究呢 是发现在糖尿病的患者 摄取比较多膳食纤维 是可以改善糖化血色素的 简单来说就是有些研究 发现膳食纤维可以改善糖化血色素 但是有些研究发现没有什么具体的效果 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被他下面的叙述搞混 想说到底有没有效啊 研究本来就不是研究你 你要做自己的实验 血糖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什么绝对的结果 像我自己的实验结果 就发现膳食纤维确实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啊 但同时其实我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等一下再跟大家讨论 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些出乎意料的实验结果 我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说 这个实验耗费了我半年多早上的时间吗 像是大家看到上面这个图 我也是打9单位的胰岛数 然后配无糖豆浆的结果 血糖居然上升了96耶 我中间还靠补打才让血糖下来 而第二个图血糖也上升了68 所以单看前面两个实验结果 我就会怀疑9单位的胰岛数是不是不够 所以不瞒大家10单位我也测过 但是你又看到最右边那个图 我一样打9单位的胰岛数 血糖上升了63 而且之后一路下降 这样子我看到这个图 我就会怀疑9单位的胰岛数太多耶 所以我也花了一段时间 在测试8单位的胰岛数 而下面搭配无糖高鲜豆浆 打9单位胰岛数的结果 有的时候血糖呈现一直线 几乎没有上升还是负的 有的时候却上升了29 然后都下不来 还要靠补打才下来 我想大家首先可能会怀疑是旌旗对我的影响 但说真的 我没有看到什么很明确的原因 所以我大概从6单位到10单位 都花了一段时间去测试 才会花了我大半年的早上时间 所以在这边也诚实地告诉大家 前面看到比较能看 有一致性的三重复结果 是我收集了很多次的实验 然后得到了那三次 是重复率看起来比较一致的图 而我也做了搭配全子鲜奶的结果 有的时候打9单位的胰岛数是OK的 但有的时候也上升蛮多 甚至像第三个图 我是需要补打胰岛数才能让血糖下去的 但是当我增加一单位的胰岛数 打10单位胰岛数的时候 血糖上升的幅度看起来还可以 分别是增加27跟29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下不去的 像最后一个图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意外 鲜奶的碳水量本来就比无糖豆浆高一点点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膳食纤维 但是这并不代表鲜奶就是不好的哦 鲜奶是可以喝的 它还是属于原型食物 是建议大家摄取的 要是我都会喝 因为饮食必须是健康均衡营养的 无糖豆浆以及鲜奶的营养价值 是互相不可被取代的 最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胰岛数的剂量 搭配无糖豆浆的时候 碳水大概是32.4克 高线无糖豆浆的时候 总碳水量大概是38克左右 我分别应该打6或7单位的速效胰岛数 但是膳食纤维量这么大 很多人都应该认为要扣掉 因为很多人认为膳食纤维是不会生血糖的 不论是无糖豆浆或高线无糖豆浆 扣掉膳食纤维后 总碳水量分别是26.6克 以及28.4克 我算总数30克左右 我最多应该打5单位的速效胰岛数 再加上压制黎明现象的两单位 那我最多应该要打7单位的速效胰岛数 可是我最后测出来呢 我是达了9单位的速效胰岛数 看起来好像是多达了两单位耶 那如果我是一般人的话 表示这样的组合 有可能是让我的胰脏比较累 有可能胰脏会需要分泌比较多的胰岛数 去压制血糖 但我并不认为这个早餐的组合 是百分之百不好的 我思考了几个胰岛数多达的原因 像是第一个 早上的荷尔蒙作用其实非常的复杂 我没有办法保证是荷尔蒙的作用 导致黎明现象比我预期的还要严重 其实我可能需要三单位的胰岛数 才可以压制我的黎明现象也说不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燕麦片 其实还是极容极瘾的大燕麦片 它并不是最原型的食物 所以升糖指数其实我并不认为是非常低的 大家不要忘了 它只有标榜降胆固醇 没有标榜可以降血糖 而且我把大燕麦片泡在豆浆里 越液态越糊化的东西 理论上升糖指数也会增加 最后一个原因 膳食纤维过多 你说蛤? 膳食纤维不是吃越多越好吗? 当然不是哦 没有任何食物是吃越多越好的 不然政府或国民健康署营养师 干嘛还建议你每日摄取几份呢? 膳食纤维吃太多的症状 可能是脏气或者是腹泻 真的吃到很过量的话 你会常阻塞哦 像以我的身高体重 一日只要摄取25克的膳食纤维即可 这一餐就摄取了11.8克 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多耶 而且我在高纤无糖的这一组实验结果里面 我都看到最后大概30分钟左右 血糖都有慢慢往上的趋势 好像是我的胰岛素已经压不住血糖的感觉 我有一点怀疑是过多的膳食纤维 让我的胃在4个小时之内还没有办法排空所有的食物 所以食物还在慢慢的消化 然而我的胰岛素作用只有4个小时 胰岛素的作用最强时间 对我来说是在前两个小时左右 后面2到4小时 对我来说胰岛素作用会越来越弱 所以我才怀疑有点太多的膳食纤维 让我的胃排空速度过慢 所以才会看到最后血糖慢慢的在上升 而根据这一餐我想做的改善是 我可能会把大燕麦片改成30克左右就好了 我觉得40克真的对我来说有点太多了 每次吃完我都觉得好饱啊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每日应摄取的热量 去决定要吃到几克 而另外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 我算碳水的时候 其实不大会把膳食纤维扣掉 因为我蛮常吃蛮多蔬菜的 它就会影响我胃排空速度 真的影响太久的话就会让我的胰岛素作用压不住 即使我已经打了足够的胰岛素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啦 大家胰岛素碳水量要怎么打怎么算 还是要根据你的生活习惯跟医师跟营养师为教师 讨论再做决定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提出讨论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无聊乱检的影片 这个素效以及长效胰岛素对我们第一型糖尿病来说 是我们的命 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 有一天我去出cosplay 出了怀旧的美少女战士 出了右边这一版未来的越野兔 大家如果有看过美少女战士卡通的话 应该都知道他们有一支变身笔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的 用胰岛素变身成美少女战士 得第一型糖尿病真的不用这么悲观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看看我奇怪的变身影片吧 请不绝吗 Zither Harp Zither Harp